新一乡的新乡各秀是一间超过五十年的旧建柱 经过太多百的国家 已经影响到建柱不在暗战上 当年来经过广阔务力建筑 众生的党抢条中间 观众李明珍也在当头电力上面欢喜三个 新乡各秀将预到六千八百万的经贵 来起新的好下 提醒变乡好好的交友评解 新一乡新乡各秀的当头电力 修身由当地交回没输来之多 正后有观众李明珍 当年校长来宾厅厅力最败 它进行进行当头技术 不如来很多村民 穿到小孩最后来建政 也来纪念新乡各秀国好下最后的信仰 新乡国小这个校舍已经五十几年了 所以我们这个校舍在下雨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呈现漏水的情形 那墙壁也有很多的龟裂 那所以我们新乡国小在这几年 就开始筹备要重建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林县长 以及所有的一些外界的资源 还有一些社会各界三星的人士 可以协助我们将这个校舍 可以在今天可以动工 新乡国小学生 特别以布隆作为表演 来欢迎亲家后的当中期的好消息 观众地面前限定要宣布 新乡国小将以六千八百万来重建 这个是六十一中式教育 并且用行动来提升平衡教育品质的目标 让我们新乡国小 这些小朋友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 又设备比较取权的教师 来让他们使用 我想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让这些小朋友在求学 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让他们有信心 更加的用心读师 将来都能够变成社会有用的人才 我们特别要感谢就是我们地方上的 我们的爸爸牧师还有教会 他提供了我们低年级的教室 那也要特别感谢乡公所 透过我们金村和金村长的一个商界 那我们也取得了活动中心来做 我们中高年级的临时教室 那还要特别感谢蔡秋生先生夫妇 他们慷慨解囊 把我们整个临时教室做了装潢 在两年的校舍行建冠军中 跟中和苏生都很有共赏 被用团队的心来配合 两年的校舍中间过渡军 记者跟我们的参加冠军